大家好 我是郭燕沐缠 欢迎收看大妈频道 去年10月份 拜登在竞选期间提过要推进美国版的全面脱贫计划 如今拜登执政后开始上菜 民主党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永久立法 内容是生孩子就发钱 生的越多发的越多 据现有的媒体报道 立法完成后 美国国税局每个月将向每个6岁以下的孩子发放300美元 6至17岁的孩子每个月发放250美元 据美国方面的预估 拜登的美国全面脱贫法案实施之后 将使1200万美国人摆脱贫困 500万儿童成功脱贫 黑人家庭的贫困率减少三分之一 西班牙裔家庭的贫困率减少40% 儿童贫困率减少一半 我们中国脱贫是提高生产力 增加贫困地区的产业就业 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为出发点的 用古人的方法就是受人隐喻不如受人隐喻 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搞大撒币式的政策能脱贫的 如今看到拜登的脱贫计划 居然是生孩子就发钱 生的越多发的越多 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吐槽 生孩子就给钱 一路发钱到17岁 真能实现美国全面脱贫吗 我们其实可以看看欧洲 澳大利亚 韩国 日本的情况 这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政府福利政策 但这些国家给有儿童青少年的家庭 发钱补助的出发点 是为了提高生育率 缓解社会老龄化趋势 但执行了这么多年 生孩子就发钱 生的越多发的越多的政策之后 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依然在降低 与此同时 也从没听说过 这项政策对有些国家贫困人口的突贫 有什么作用 所以拜登的这个政策到底是脱贫政策 还是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呢 事实是两者皆非 拜登的这个政策其实就是选票政策 符合民主党的选票利益 换句话说 就是拿钱买票 生孩子就发钱 生的越多发的越多 拜登这个政策表面看上去真的很美好 可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呢 无非是从税收而来 可美国政府自小不时时代以来 财政赤字急速攀升 简单来说 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入不复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2020年因为美国疫情严重 美国2020年财年的预算赤字预计同比上涨200% 年财政赤字达到了3.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 美国国债的总规模也已经突破了23万亿美元 拜登的所谓美国全面脱贫法案立法成功之后 原本的财政窟窿还没有堵上 新的窟窿又来了 用明天的钱挪到金天花 同时印钱大撒币的后果 就是全球一起买单 拜登是很不负责任的 但这个政策确实对民主党的选票有利 拜登政府要发钱给孩子 我们从人口结构 美国各个族裔的生育率 美国各族裔的贫困率来看看 这些钱究竟会发给谁 1970年美国83.5%的人口是白人 黑人是11.1% 拉丁裔是4.4% 2010年美国63.7%的人口是白人 黑人是12.6% 拉丁裔是16.3% 美国白人的生育率为1.72 黑人为1.82 拉丁裔为2.07 2017年数据 美国白人双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的 有5.7% 白人单亲母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的 占32.7% 黑人双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的是10.3% 黑人单亲母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的是43.2% 拉丁裔双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是14.8% 拉丁裔单亲母亲家庭孩子在贫困线下的是48.3% 所以从美国人口结构的历史数据统计来看 要不了多少年之后美国白人会变成少数族裔 而美国黑人拉丁裔现在就是多数支持民主党 拜登搞生孩子就发钱生的越多发的越多的政策 无疑是对美国黑人尤其是对拉丁裔是利好的 未来民主党选票会更多加上美国黑人拉丁裔更贫困更需要拜登发钱 这项政策说白了就是民主党在买票只不过包装为脱贫政策 实际上拜登政府正在推动的生孩子就发钱生的越多发的越多 这项政策会导致美国更多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甚至导致产生更多的贫困人口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美国有个社会问题就是女性未婚生育率很高 尤其是第一胎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这就导致了美国单亲家庭比例很高 且贫困率高 我们看美剧都经常看到美国黑人单亲母亲生活贫困 导致孩子教育成长环境不佳 形成了黑人系统性贫困 现实中在2013年78%有孩子的黑人单亲母亲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与此同时自2000年后黑人单亲家庭超过了黑人家庭数量的一半 这些美国黑人女性很多都是十几岁未成年就生的第一胎 她们不愿意结婚 因为组成家庭后会取消各种各样的福利 什么都不干 拿着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福利 但这些福利又不足以使得生活小康 加上打打拿现金的零工生活状态好的黑人单亲家庭 也就是勉强温饱 至于孩子 很多美国黑人家庭的孩子就真的是三样的 这就是美国黑人系统性贫困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美国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政策是非常多的 但出现的社会现象是正好和目的相反 正是这些福利政策导致了美国贫困人口陷入了系统性的贫困 现在拜登政府要发钱给孩子了 一个孩子每个月300美元 说白了想过得好还是不够 但这笔钱会不会造成美国贫困的单亲母亲多生一些孩子的诱因呢 多生一些单亲母亲的生活状态会好很多 反正孩子依然是三样的 我们试想一个场景 两个贫困家庭的美国高中生还没毕业就生了第一胎 共和党立法不许堕胎只能生下来 高中毕业以后两个人不能结婚 因为结婚后会取消很多单亲家庭福利 养育孩子就更没办法了 两个高中生多生你两个孩子 孩子的父亲拿着拜登发的孩子钱去读社区大学 为了这个家庭是走上呼伦贝尔稻草原 还是生活越来越好 就看孩子的父亲是否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事业成功了 并且愿不愿意负起家庭的责任 那么请问在这样一个场景故事中 拜登的钱起到的是扶贫脱贫作用的概率大 还是增加贫困人口的概率大呢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个场景故事中的两位高中生会感激民主党的 发展政策 选票当然更可能投给民主党 我一直说美国就是个羊群和牧羊人的社会 其实就是个大号的印度 以上这个场景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例子 美国有一位挺出名的黑人政治学家托马斯索维尔 他说过一句话 美国黑人家庭是从几个世纪的奴役与种族压迫 种族歧视中生存下来的 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福利扩张中被摧毁 不过我们中国的公知 金美恨国岛看到这个一定会非常兴奋 因为吹风美国的机会又来了 好了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